解放营口的最后一战 作者詹才芳李忠泉 1948年秋 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 军事上的一系列伟大胜利 使战争形势 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军的新变化 党中央 毛主席纵官权郁幸 决定发起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与国民党反动派 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 参加了辽沈战役 并打响了第四次解放营口的最后一战 使营口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8年10月19日 九纵解放锦州后 26日经过六昼夜的强行军 来到了大虎山附近 突然 机要科送来一份东总集电 其内容是 瞻 里 敌友打通人口 从海上逃跑的趋势 米纵火速赶到人口 断敌逃路 戴七 八纵赶到后 有九纵斋 敌统一指挥七 八 九纵攻占人口 这是一项新的任务 我们九纵参加攻打锦州作战后 紧接住就奉命挥师北上 携同兄弟纵队 在辽西围间撂撂乡兵团 据当时的军事部署 我军在营口及其附近没有一个野战纵队 十月二十二日 虽曾派辽南军区独立二师去营口 但二十四日又被调回参加辽西会战 这就意味住 对于近战营口 企图从海上逃跑之敌 我军尚无力阻止 同时 敌人从沈阳南逃营口 不但距离比我纵近 而且一路可以车运 而我纵南下营口 必须越过绕阳河 辽河 浑河 太子河 这段秘如珠网的水网地带 对大部队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 敌人则完全可能先与我军占领营口 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东北残敌 就难免有部分勒网 整个辽沈战役的全盛 必将受到影响 军情紧急 刻不容缓 纵队立即令二十五师为前队 经台安东渡辽和 直取营口 从正面前置敌人 二十六师继续协同兄弟纵队 为奸料料香兵团 战斗结束后 沿二十五师行军路线直奔营口 为纵队预备队 二十七师为左梯队 首先攻占海城 切断沈阳之敌南逃退路 然后以主力南下迎口 一场与敌人争时间 想速度的急行军开始了 渤海地区 河流小溪多 敌人撤退时 把桥梁 船只 几乎破坏殆尽 我们来不及架桥 遇上水浅就涉水而过 遇上水深流 急的就从水闸上翻越 或以小舟飞渡 由于战斗频繁 部队还没有来得及换装 战士们穿着薄薄的单衣 身上不是汗水就是河水 衣服很少有干的时候 我们纵队机关 跟在二十五师的后面 电台与东总和所属各师 保持住不间断联络 我们到了台湾附近才知道 第五十二斤及其所属二师 二十五师 于十月二十四日 已经占领人口 正在构筑攻势 企图掩护沈阳守敌 从海上逃跑 时间就是胜利啊 从锦州算起 部队以每天一百六十环礼的速度 已经连续行军七八天了 大部分战士的脚 已布满了血泡 有的因为疲劳过度而晕倒 然而 战士们一听说 敌人占领了银口准备逃跑 立即将疲劳 疼痛 统统抛到九厢云外 他们把对敌人的仇恨 和对胜利的渴望 全部寄托在自己的两条腿上 权纵上下只有一个信念 尽快赶到银口 抓住敌人 为东北玄境的解放立心功 共产党员们发挥住骨干作用 他们不顾自己的疲劳 抢住帮战友备东西 搀扶伤病原 医务人员边行军边治疗 有的部队派出仅有的几辆汽车 把吹噬班拉到前面 做好饭 部队一到 一人接一晚 边走边吃 经过这样连续举正夜的奸程 我纵各路部队 纷纷抵进银口 二十五师 已于十月三十日到达银口远交 并迅速投入肃清外围首敌的战斗 该师处以七十三团为肩前后石桥之敌外 主力则向市区东面老边 寒家学房 百妙子一线集结 二十七师攻占海城后 主力于三生日南下 在切断银口与大石桥之敌的联络后 迅速进至三道沟 四道沟 五台子附近 二十六师在辽审会战中兼敌众多 并俘虏了敌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战斗结束后也很快赶了上来 主力集结于老边 将家防一带 为纵队预备队 此时我们得知 我军全间撂撂香兵团后 立即兵分两路 一二纵向北 向东 进逼沈阳 切断了沈阳守敌的逃路 七八纵南下营口 东总令我们俩统一指挥 七八九纵攻占营口 我们纵队于三十一日到达前十桥子附近 我们俩刚刚下车 就见到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 和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急匆匆的走了过来 他们几乎一口同声说 今天的仗打得好恶呀 敌人拼命的反击 敌我都有伤亡 护有少数被俘 但终被我们打退了 我们在纵队司令部听取更 任两师长的汇报后 立即就下一步行动进行了研究 我们认为 沈阳守敌南逃的希望 已彻底破灭 加之我纵兵临城下 敌五十二军可能置沈阳守敌于不顾 自己从海上逃跑 如果等七八两纵赶到后才发起纵弓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营口守敌虽然攻势坚固 以意待劳 但大势已去 军心涣散 我纵虽然是疲劳之师 但我们有积极求战的高昂士气 有景州攻坚的作战经验 一定能拿下营口 于是 我们一面向东总报告 以免命令各师严密监视敌人 尽快扫清营口外围 完成工程部署 11月1日 我纵各师 按计划开始行动 经过一天激战 25师 占领了营口东南 27师 占领了营口西南 26师掩护一个重炮团 占领了营口以北的阵地 傍晚八十 敌人以团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 这一夜 我们彻夜未眠 一直在指挥所掌握情况 后半夜 派出的侦察分队 纷纷报告说 城里敌人乱哄哄的 部分已向码头撤退 企图登船 果然不出所料 敌52军要逃跑了 二日浮晓 陈雾笼罩住营口式的扇空 我纵工程准备一切就绪 七十整 纵队指挥所发出总攻命令 三路部队向离弦之舰 迅速地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 向市区插入 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的我 二十五师 于台家屯突破敌人防线后插入市区 一直向北攻击前进 仅用三十分钟的时间 就攻占了海关码头 同时 其主力从左翼攻占了火车站 敌人被拦腰截断 东部之敌在我军分割包围之下 迅速被捡 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二连 钻入敌人心脏 经数十分钟击站 全肩敌人五个连 在西南方向发起攻击的我二十七师一步 迅速攻占了西海口小高地的炮台 控制了海岸阵地及海口 该师主力于五台自突破后 绕过小谷敌人的抵抗 向海岸方向猛追 切断了敌人的逃路 与此同时 我二十六师和独立二师 也攻入市区 围剿被分割的残敌 我军大炮和各种抵近火器 向已登船之敌猛烈射击 一缝满载三千余敌人的运兵船 被我炮火击中 引起剧烈爆炸 船上敌军几乎全部被炸死 战斗时不结束 即兼敌二师全部 二十五师 一个团级军属 一个人力输送团 共一点四八万余人 缴获各种大炮八十八门 轻重机枪三零一艇 长短枪两千五百七十四支 美式卡车和汽车六十六辆 接沉敌运兵船一艘 三船 二十二艘 只有敌五十二军军部 即二十五师大部 从海上逃脱 至此 辽省战役胜利结束 营口第四次解放 鉴于营口战斗已经结束 我们立即集电东总 建议七八两纵停止向营口进军 十一月六日 我纵奉命至辽宁牛庄助训 准备参加平津战役 至此 战惊中外的辽省战役 随住十一月二日营口 沈阳和东北的全境解放而胜利结束 瞻财方 十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黎修贤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中将军衔 李中全 十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政委 黎修贤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少将军贤 本文选自新西历史 2018年第三期 如果您对营口的历史文化感兴趣 或是手中有相关资料 欢迎您投稿到 营口是档案史质管理中心编辑的新西历史期刊 与我们共同讲述营口的历史故事 邮箱 YINGKOUCHUNQUIU 爱特163.com